弟兄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123篇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看啊,不论你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 使你的眼睛怎么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祂怜悯我们 耶和华求祢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点 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的计较 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宴上帝祝福祂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这世上被计较 或者被藐视、被欺压的时候 我们不必举上也不必腿上 因为我们可以仰望神 也同时呢,向神来申诉 首先我们来看 他一开头呢,世人就说 我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们发现世人仰望神 因为他知道神坐在天上 那么神不但是在天上 他更是坐在那里 那弟兄姐妹,坐是什么意思呢? 坐表明了什么? 坐就表明了安稳 就表明了不惊动 或者是也表示了有把握的意思 那世人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安稳的神 他对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有绝对的把握 因为他知道一切 没有一些事情呢 他是掌握不了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位神不但安稳 他知道一切 而且他掌管了一切 而且呢 他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们发现 恶人在地上 他要对付属实的人 其实呢 表面上他们是对付属实的人 但是真正的他们其实就是在对付神 他们想要反抗神 但是呢 天上座座的神 在宝座上必会发酵 因为他认为人不知量力 神可能暂时允许这些人 但是人还以为神已经无能为力了 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呢 只要他一触手 人的作为就变成康比的吹山样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的神是永远坐在天上的 他就是我们安稳的力量 故此呢 当我们被欺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几目仰望神 几目仰望神 且不要忘记他 第二呢 我们看到 我们必须要有专注的等候神 这里他说 看到仆人的眼睛怎么样呢 望主人的手 使你的眼睛怎么样 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我们看到仆人 必定注意他们主人的指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使你也是一样 他一定会注意呢 他主母的指示 等候他的吩咐 那他们依主人的指示 来行事 而且呢 没有自己的选择 没有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的专注于主人 而且呢 他们都不敢稍微转移 他们的眼目 他们都等候主人的心意 完毕了 完成了 他们才可以休息的 这个就是一个仆人 或者使你的一个心态 然后他这里说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 望耶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长久的等候 一种不放弃的仰望跟等候 唯有长久的等候 不放弃祈求 才真正的算是专注的 我们时常很急性 我们时常不够耐力 我们时常希望一祷告 神马上的 好像吃快餐一样 马上就 食物都断到你的面前来 然后马上 希望神马上回听 但是呢 有时候一些事情呢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拒绝的 它需要时间 那西伯来书呢 就论到那些信心的文人说 他在西伯来书 11章13节 他说 这些人都是纯做什么呢 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允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见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刻理 是聚集的 弟兄姐妹 有所得的等候呢 固然是等候 未有所得的等候呢 更是等候 那这更是专注 所以我们要专注地等候神 知道他答应 他也必会答应 另外呢 我们必须很清楚的 我们的神 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 如果他暂时没给答案 不表示他不听祷告 这也是表示说 他可能有他的 他要耽误的时间 他要延迟的时间 必定有他的原因 必定有他的缘故 所以我们必须很有耐心地去等候 第三呢 这是仰望神的怜悯 从哪里看得到呢 就从第三到第四节说 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 以到极处 我们被那安逸的人的技巧 和骄傲人的藐视 以到极处 我们看到世人求的是什么呢 他求的就是怜悯 甚至呢 他用了两字说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弟兄姐妹 求怜悯 就是表示 我们自己 取决不了 自己无人为力 当别人在 计较我们 藐视我们的时候呢 特别是到了 那个极点 我们真的承受不了的时候 我们更觉得 我们是无人为力的 很多时候 我们的反击 或者是对抗 完全无效 有时候 后来我们真的被逼到 处于一种的 一个好像被关到一个的角落一样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呢 处境底下呢 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就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才可以脱离 也才可以得胜 因为呢 靠我们自己呢 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能 早就不会落在那种环境了 我们要认识自己 承认自己真的是软弱的 无力的 我们生不了世界 我们生不了仇地 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弟兄姐妹 我们劝卑等候在神的面前 呼求祂的怜悯 祂一定会垂停的 在这个末世呢 属主的人呢 我们将来就会被反对 被藐视 也会成为一群的 被人计较的一群 甚至呢 是一群被人弊驳的人 而且呢 是越来越厉害的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学会呢 在这段时间 不断地有耐心的 等待的仰望神 和神的怜悯 好不好 这个时候呢 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但是我们还没做祷告之前 如果今天早晨 或者是最近呢 你曾经被人藐视 被人讥笑 你为了上帝的信仰 你为了你是一位基督徒 你被人拒绝 甚至被人逼迫 或者呢 家人对你的不了解 家人对你的不体谅 你身受呢 很受伤 你的灵里面呢 因着这些事情 好像没有办法祷告 也可能很苦干 今天早晨 当我们特别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恳求你 特别的祈求 圣灵 来到你的生命来 释放你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 站稳我们的立场 是一个基督徒 站在你的话语 按照你的话语来活 来为你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必定会 面对到一些反对 跟我们对抗的力量 可能是别人 我们还不在意 但是呢 很多时候 往往反对我们 拒绝我们的 却是我们身边 我们最自爱的亲人 家人 或是跟我们 非常靠近的朋友 主啊 这个就叫我们呢 非常的伤心跟失望 主啊 这个时候 你透过这段经文 教导了我们学习 怎么样仰望你 在这种艰难的时刻 仰望你 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呢 仰望你的灵敏 亲爱的主 今天早晨 我祷告 求主 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 主啊 你把你的意志的灵 灵到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释放我们 让我们 不再把眼目放在 我们所期望的人身上 我们却把眼目 单单的仰望 我们主人的手 主啊 仰望你 主啊 把我们的依靠头 在你那边 好叫我们的身心灵呢 完全地得到释放 因为我们 不要为了这些事情 使得我们感觉 很压抑 很压力 很受伤 以致我们没有办法 来敬拜你 以致我们没有办法 跟你有正常的一个关系 亲爱的主啊 今天早晨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就释放我们 使我们灵里面 得到自由 能够来敬拜你 使我们的灵里面 得到意志 来敬拜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持续地仰望神 把眼目 定进在祂的身上 愿上帝祝福你 有一个美好的周末